老人會 或是老人家是很難 討好的一個族群 有時候你唱的歌 他沒有聽過或者什麼 他會… 沒有表情 他沒有表情 或者他會直接罵你 鬼打架 因為其實當下 因為我們跟他們臉有差 就是對他 跟他的語言好像不太一樣 對 所以就心裡就覺得怪怪的 來 子榮老師 我們來幫大家做一個 恐怖的心理測驗 我們來測在職場上 我最吃香的地方是在哪裡 對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 在職場上最吃香的地方在哪裡 現在我們透由這個測驗 幫助你來了解一下 好 首先你必須要有一些 想像力的畫面出現 題目就是 當你看見椰灰缸上面 有一根香菸 你覺得那一根菸 現在目前是什麼樣的狀態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剛點著而已 B的選項是抽了一半 C的選項是快抽完了 那麼D的選項是已經熄掉了 好奇妙喔 我應該會選C A 快抽完了 Jaco 來 我選A 剛點的 因為我喜歡畫圖 我每次畫圖 人家抽香 我說對 剛點 剛點的 好 因為要剛點的 是喔 我是選B也抽了一半 快點 你挑什麼 剛點 剛點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個人在職場上裡面 就是最吃香的地方在哪裡 透由這樣子的圖像心理測驗 能夠幫助你更了解自己 好 選擇A剛點的 有篤玲哥 還有張老師 魏彎老師 還有Jaco 好 到底你們最吃香的地方在哪裡呢 擁有好人緣 好準喔 這個代表著你自己在職場上 人際關係是最會營造 而且你覺得最重視的一個部分 當然因為你人際關係很好的情況下 當然你的貴人也很多 所以只要你在職場上需要幫忙的時候 只要你畫幾下 很多旁邊有資源的朋友 他都會出面來幫助你的 這也是因為你們擁有好人緣 所以你們在職場上 最吃香的地方 其實你跟Jaco可以組一個團體 你們兩個 就叫 兩個奶油菠蘿包 兩個奶油菠蘿包 就叫泡漿餐包好了 泡漿餐包 泡漿 你是泡漿 它是餐包 你粉絲會比較 大家都比較喜歡泡漿 不錯耶 那你可以接受餐包嗎 沒有 我要先跟艾力克斯打個電話 看他願不願意 我脫離這個三天吐司退場 真的 我們今天吐司現在還有嗎 沒有 已經沒有了 吐司 我們都沒有去 都沒有碰到一起了 再碰一起都是早絕會了吧 我們吐司都已經硬到變餅乾了 好不好 好 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 逼選項的 就是抽了一半 有靖淳姐還有觀眾朋友們 到底你最吃香的地方在哪裡呢 好 擁有好個性 在職場上呢 你擁有好個性 譬如說人家想要拜託你做什麼事情 你會覺得沒關係 這個事情我先來做好了 那你什麼事情都會有 譬如說你有好的個性 通常你比較不容易 跟人家什麼計較 怨天尤人等等的個性 所以是非常好相處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 C的有逸宣 就是快抽完了 那麼你在職場上最吃香的地方在於 擁有好想法 因為你擁有好想法 所以遇到就算再困難的事情 你也會逼迫自己 就是要往正向的方向去想 這件事情我們不要這樣想好了 譬如說今天要出門了 然後明明就是電話又沒帶 手機又... 手機沒帶 公事包又忘記帶 這時候你會告訴自己說 沒關係 這是老天爺要給我的一個啟示 就是叫我下次要小心一點 要注意一點 所以你會迫使自己擁有好的想法 那麼在職場上 你當然就會有非常好的想法 去做任何的事情 也會積極正面的面對你的困難 對 現在已經洗掉了 什麼已經洗掉了 已經洗掉了就是倒霉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 應該有點優點啦 可能觀眾朋友開始擔心了 這個洗掉到底在職場上 最吃香的地方在哪裡呢 擁有好動力 洗掉 我為什麼會好動力 其實是因為它 你看抽菸 它要經過什麼樣的過程 它才會洗掉 它必須要抽嘛 所以它要去做這件事情 才會到最後的結果是洗掉的 所以選到這個選項的人 其實代表你在工作職場上 其實是動力非常強盛的一個人 也就是說你做任何事情 都比別人來得積極 可能別人還在規劃說 那我想要去做什麼事情 你已經開始在計劃寫企劃書了 而且你可能已經接觸這些廠商 開始在做執行的動作了 所以他們是非常有行動力的 可能你給他一個想法 他就可以把這些東西 都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行動力可以成為 他們在職場上最吃香的地方了 是 加口說 雙魚座的你們最不能接受 就是當你們處於低潮的時候 然後身邊的朋友忽略了你們 對 就是你會在那邊 但是你會前面會發出哀鳴 或者是暗示會 會 會一點 會 可是不會那麼嚴重 那哀了三聲 還是沒有人理你 你們就 其實也不是 就是我們不會哀 我們會 打電話給你就算是一個訊息 對 就是跟你講說 我找你 然後 我跟妳聊天 沒有什麼目的 可是就是讓你知道 我沒有目的打電話給你 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很難過 最近 或者你們難過 你們會打電話給朋友 然後想一聲就掛掉的動作 這個倒不會 想一聲就掛掉通常是 責任上好像我必須打電話給你 可是打去就不知道講什麼 想一聲就掛掉好了 你不要打來好了 是這種情況下才會這樣子 像我巨蟹 我通常接到雙魚的電話 百分之兩百雙魚 牠有狀況了 有心事了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所以牠要找人說話 對 很順利 大部分都對 而且我要跟觀眾講 就是雙魚座常常會說 你不需要陪我 你讓我一個人進去 對 千萬不要相信牠 對 你可以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給牠空間 譬如說假設賭靈哥是雙魚座 我是你女朋友 可以說那我先去買狗屍 那你先睡 等你睡起來了以後 那你看要吃什麼再怎麼樣 就是說我其實是跟你有一點距離 但是你又隨時找得到我 可是如果你真的解讀錯了 牠一個人靜一靜 你就放牠去靜一靜 牠會去跳河 牠會怎麼樣嗎 沒有 牠會覺得說 妳就真的走了 牠會覺得很怪 牠會覺得你怎麼這麼不懂我 交往了這麼久 你都不懂我 讓牠交往有何理 所以牠會走絕路嗎 其實不大會 不會 可是那會不會你陪伴了牠 牠又沒完又沒了 因為你不要一直陪伴了牠 你可以說 狗屍哥那你在房間睡覺 那我去廚房弄點吃了 那等到你睡醒再告訴我好了 讓牠感覺廚房有 傾傾傾傾傾傾的存在 但是又沒有壓力 你愛睡多久 睡多久 然後你自己沉澱完你的哀傷以後 那你出來我就有飯給你吃這樣 要有一點這樣 你不能說這樣喔 你要靜一靜 那掰 然後你就出門 然後門碰關上 那你就把牠的心門也關上 有 我覺得在這個方面 像牽蠍座就還滿會應付 對 雙魚座的需求 譬如說我腰瘦傷好了 這不是扭到腰嗎 真的 對 牠已經講了腰瘦傷很久 但我不是都沒有 我請下 我請下 我請下她說要吃太多 我還是請下她 所以像這樣我就會很難過 可是像我在化妝店 我就已經跟牠聊過 知道了來龍去脈 是為什麼腰瘦傷 是喔 對 我們會講說 你為什麼受傷 現在是太晚了 現在是不接受了 這種關係夾的 沒有 我們也不想聽 我們想聽 天蠍座是什麼對不對 爬山會有的話 就是你白癡 你不會做點短事 天蠍座就是會問你 就是說你如果 比如說我受傷了 我答案給Alexis 我說我扭到腰了 他不只會關心 他說扭到腰 那你應該去 你看哪一科 我說我看五科 他說那你要開運動傷害科 然後你要跟他講 你要怎麼樣 他會告訴你要怎麼做 然後你聽得去 他真的 對 你覺得很有安全感 或是你不要受傷 可是你才腰傷了 你會打電話跟人家講說 我腰受傷了 我會 你可以直接去醫院 你怎麼打到醫院 那就是為什麼要去新店 我也不了解 我那個 因為那個勇賢逼得 要跟他離婚 你再不跟家口 我離開遠一點 我就跟你離婚 我會 我如果醒過來 發現腰受傷 我第一件事不會打到醫院 我會打電話給我朋友 我腰閃到了 怎麼辦 對 朋友就跟你講 你到底怎麼說 我會聽一下朋友的意見 我反而跟你不一樣 我是自己有什麼低潮 或不舒服我就是不講 因為我希望人家自己發現 那你就會洗 那更更討厭 這場去洗 他就會釋放去洗的 他就把腰部交在一起 我不是很會貼上嗎 我都會不知道 我以為人家說的是什麼 我言語上不會透露什麼 我希望他能自己嗅到 人家如果跟我講 你腰受傷 那你就去 那你去看醫生 對 而且剛才化妝機 我們都一直嘲笑他腰受傷 那個事情 好可怕 只是好沒有人關心他 不過我要講 就包括嘲笑也是一種關係 至少你有集中在我 就有知道 有知道 最怕就是那種 你跟他講他完全不一樣 然後就講別的 對 對 這個很好演 然後最怕是你講了腰傷 然後他還說 這東西你可以幫我拿到樓下 對… 或是他完全講別的 那你就覺得這個人完全不一樣 不能打發我們 好吧 那我們現在來講點別的 好可怕 張勝書老師 我們就來看下週 這個8月22到28 哪些子惟命格的人 他能夠突破低潮 好 各位觀眾把你們的命盤端出來 好的 尤其是正在低潮的朋友們 趕快來看一下 下禮拜怎麼樣去突破你的低潮 我們來看 好